俄塔社1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俄罗斯新一代末日飞机将在1296 400M型远程宽体客机的基础上设计研发 所谓末日飞机其实是一种空中指挥所 当发生核战争等紧急情况时 如果地面上的指挥设施被摧毁 末日飞机可以承担起向武装力量发号施令的功能 俄媒透露 俄罗斯现役的末日飞机1280是在1286客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 共有四架 1296系列客机是由苏联一流深设计局研制的远程双通道宽体客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采用的就是1296 300型 消息人士对俄塔社表示 新机型将大幅延长末日飞机的滞空时间增加其作战半径 另一方面美国的末日飞机升级计划被按下了暂停键 据防务新闻报道 由于五角大楼装备采购方式可能出现变化 为现役末日飞机寻找替代机型的项目被推迟 该项目原定今年12月开始 目前美国的末日飞机由E4B型飞机担任 共有四架 平时保持至少一架 担负战备值班 粉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